大人 有件事托付您 那些个路啊 桥的 您就别往心里去了 那我的前任呢 他就是靠着这个桥发的财 别人的事就不说他了 就说你的 你从这桥上得了多少 这儿穷得很 别看望京县靠着京城小气着呢 我每天就在他们身上搞个十两八两的 那你可发大了 我发什么财啊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 我这个人就好交个朋友 有钱都花在大家身上了 人死求超天 不如多交几个知心朋友乐一乐 你说的有道理 那我就收下了 请求呢 其余的你赶快给我凑齐了 别耽误我上路 大人放心 下官去想想办法 我就告辞了 来 来 这些党管的 后处还不受呢 你给我好好收着 日后这都可是上工堂的证据 既然赃物可以当证据 你咋就不把他收押起来 这不是赃物是贿赂 要不了他的命 必须还有其他的物证才行 杀了他 很容易啊 可担当的责任也很大 啥责任 我忘了 你说过他 他背后 有衣柜飞成妖啊 你也有皇上做后盾 比他大 这些人 皇上 派我负责汤州窃案 并不是让我沿途伸张正义 如果没有啊 非办不可的理由 别人 就会给我扣一个抗旨的罪名 同时 也可能 会给皇上制造麻烦 这一点 我确实没有考虑过 所以说啊 我得小心谨慎啊 那 我咋才能帮上你 这些天 你还是累了 好好地休息休息吧 爹 你也知道 关心恶啊 真是新鲜 你为了救我 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我关心关心你 也是应该的 应该的 我真高兴 你那个朋友 现在他住在什么地方 刘步云 刘公子 对啊 你找他干啥 我 我觉得这个人哪 很是仗义 又懂些武功 我是想请他帮助我 帮我破案 好 没问题 刘公子 我这间茅屋虽然简陋 可也有些风骨 容不下那些贪官污吏 是 幸好我不是你说的那种官吏 难道你真的不是吗 当然不是 倘若真的不是 为什么不在大堂之上 斩了胡打头那个狗官呢 很多人在场 虽然人正俱全 可苦无物证 怎么当堂问斩 请进 大人找我有什么事吗 公子果然快人快语 有什么事情您就直说吧 公子三番两次替百姓打报无凭 足见是狭义容忍 所以请公子助我一臂之力 早日把胡打透 神志于法 只要大人真的有心成奸除恶 刘某义不容辞 在下攀安 替旺京县百姓感谢公子仗义 岂敢 不知大人要我做什么事呢 明察 安法 掌握罪证 这个不长眼睛的攀安 居然不识好歹 连本宫的表哥也敢碰 贵妃娘娘 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县陵啊 你放心吧 快回去 我一定会请皇上做主的 谢贵妃娘娘 属下这就赶回旺京 快去吧 喳 潘安办案子办得怎么样了 据探子来报 那个潘安在旺京县管起闲事来了 他不好好办案管什么闲事 据说旺京县桥梁断裂造成不少死伤 以致民怨沸腾 那个旺京县令胡孟泽涉嫌贪污 潘安在那以钦差大臣的身份 要查个水落石出 皇上您觉得该不该叫他接着查下去 这是平息民怨嘛 当然得查下去了 可是 义贵妃的 请皇上为臣妾做主 请来说话 皇上 要是不答应 臣妾就会遇不起 好好好 朕答应你 平身吧 谢皇上 说 到底怎么了 皇上 臣妾的表哥胡孟泽 就要成为上纲宝剑下的无辜冤魂了 你是说潘安要斩胡孟泽 皇上 胡家一脉单传 就只剩下这点香火 再说他是臣妾与皇上的大媒人 对臣妾有恩 还请皇上饶他一命吧 胡孟泽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这个潘安 非要杀他不可 皇上 这可能全是我的错 再过几天就是我的生辰了 他为了让我高兴 每年都以虎丸金宝当作贺礼 这次可能就因为这个得罪了地方人士 朕想不会因为这点小事 就砍了他的头吧 可能他因为破不了汤州的案子 所以心存报复 无论如何还是请皇上下旨吧 否则迟了恐怕就来不及了 王爷到 臣一封拜见皇上 贵妃娘娘 请王爷为胡孟泽求个请 胡孟泽犯了什么错 他犯在潘安手上恐怕连命都保不住了 哦 贵妃娘娘 依臣所见潘安是皇上刚刚任命的 且上任不久 虽然不懂得为官之道 却也没犯什么大错 关于胡孟泽这个案子 你得容皇上好好想想 皇上 皇上这 朕知道了 胡孟泽是朕和你的大媒人 当然朕不会让他轻易掉脑袋 谢皇上 谢皇上 爹 朕不认识 公子 查到什么消息没有 还算是有一点眉目 那你发现了什么 那你发现了是吗 我从一个牧将口中得知 当初承办大桥的商人 根本他就没有住桥的经验 可能是内神通外鬼 胡乱找个人头顶替 这倒是一个很好的线索 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住什么地方吗 这个人叫天阿蜀 目前就住在县城里 听说他和胡大头有亲戚关系 是现在望京城中最大的建筑商人 公子 麻烦你好好查一查天阿蜀的底细 不过要小心谨慎 免得打草惊蛇 对啊 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 他胡大头就会杀人灭口啊 大人请放心 不允自有分寸 能不能踩住这条老鼠尾巴 就全靠你了 嗯 皇上 奴才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不知行不行得通 说说看 奴才以为 这潘安虽不知变通 却也不敢自以而为 那胡孟泽一定是触及刑法 潘安才一定查办 皇上若想网开一面的话 或许可以下旨 让潘安将胡孟泽押回刑部 这样一来 可以保了胡孟泽的命 也可以一读天下悠悠之口啊 嗯 好像倒是个办法 弟兄啊 这么着 你去办这件差事 马上赶到望宁县传达朕的旨意 奴才遵旨 嗯